大家好啊 现在是莫斯科的六点钟 然后今天的这个去高枷锁 高枷锁去探索一下 这个现在温度是零下三十度 在这个路上是一个人都没有 我再等不到车的话就打车走吧 价格贵也没有办法 我已经到机场了 然后太冷了 最后还是大车走 现在的这个温度 零下二十九度 这个冷到什么程度呢 基本上啊 基本上就是 你在外面站个五分钟 如果你不戴口罩的话 你这个鼻毛啊 这个基本就冻住了 然后呢你用这个手捏一下 就能听见这种咔嚓的这个声音 然后这个就是 他们的这个时刻表啊 我是八点三十分 飞这个马哈赤卡拉 你看俄罗斯现在基本上 已经全部都 全部都解禁了 你看呢全部都解禁了 啊 得病的在家隔离 然后呢这个 要出眼门的话干什么的 在什么 工作岗面有需要的 就打这个疫苗 哎 这是普希金的一个 普希金的一个什么呀 这是 可以卡通的一个造型啊 看他那边已经开始 check in了 等一会再过去 机场的这个操作 这个操作 非常适合咱们中国人啊 能够直接打热水 看这个水够不够热 哎 没走没有 我以后换一个 你像一般在欧洲的这个飞机场里边 你包括比如说飞机场里边 他们这个很少喝热水啊 一般他们都是喝这个 常温水或者是冰水 像这个喝热水的是 提供热水的地方 而且是免费的啊 这个应该很少很少见 他这个是要把它顶到底 顶到底 顶到底然后才会出热水 顶到底 你像咱们中国人出门都带个保温杯什么的啊 加这个热水 没了 加一点凉度 热水 热水比较少 不错啊 这个值得点赞 我已经进了后继室了 然后进了后继室后发现 咱们这个啊 莫斯科的 系列明节卧 B号寒站楼啊 你看上面有登机口中文 然后这边 这边呢上面看啊 这是一个 公务舱休息室啊 上面写着康定司机啊 公务舱休息室 然后包括这个 包括这个点餐 啊 啊 你看这边 就是这个登机口啊 包括这个登机口呢 都是有 俄文 有英文 还有这个中文 刚才 显示的这个中文 马上又变过来 我估计 都是这个咱们中文的都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语言啊 在咱们俄罗斯的这个飞机场里面 还怎么不显示呢 啊 显示了 南 萨哈林斯克 这个萨哈林斯克 应该是在 最东边了啊 靠近这个日本 就是所说的这个 应该是所说的这个 北方四岛啊 然后包括这个点餐啊 这个是俄罗斯一个是 土豆 土豆的一个这个快餐 包括这个点餐 它都有中文的前面 我非常的惊讶 嗯 这个没中文了 哎 这有这有选择 看到没有 呵 看到没有 非常的方便啊 就来这个俄罗斯旅游啊 等这个什么呀 等这个疫情啊 结束之后 啊 来这个俄罗斯旅游 基本上是没有这个 语言的一个障碍 然后呢 我乘坐的这个航空公司 是俄航 这俄航呢 是俄罗斯的这个 相当于咱们这个 呃 国航的这个 地位吧啊 叫艾拉夫罗特 艾拉夫罗特呢 呃 它这个意思就是啊 空中舰队啊 一听这个名字就是 非常的这个 有战斗啊 非常的战斗 然后呢这个俄航呢 实际上咱们总是 这个吐槽啊 说这个俄航啊 他 呃 就是说 非常的这个 开飞飞机的风格啊 非常的这个粗犷啊 不管是什么这个天气 不管是什么这个地形 他都敢降落 而且降落的还是很平稳 但实际上呢 在俄罗斯 国内的这个 各个航空公司吧 你像有什么胜利啊 S7啊 然后什么乌拉尔啊 雅库特呀 啊等等吧 他有很多航空公司 俄航呢 是最受俄罗斯人民欢迎的啊 他的这个 为什么受欢迎 第一个呢 是他的这个飞行员空乘 他们的这个素质是比较高的啊 第二个是他们的飞机啊 他的这个状况是最好的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各个这个飞机场呢 都会先以俄航 俄航的这个飞机为主 优先他们降落啊 所以说呢 他们的这个飞机呢 准点性也是比较高的 呃 所以这一回呢 这个我对比了一些价格 然后呢 这个方方面面啊 看了一下 还是选择乘坐这个俄航 价格也不贵 也就是三百多块钱 飞到这个达基斯坦的马哈齿卡拉啊 好吧这样吧 然后这个 现在就开始等这个登机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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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